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去参加了一个直播带货活动 我当时自己背着书包就去了 负责接待的人也很热情 正在那儿跟我聊天 聊到最后问我说 咱们的艺人什么时候大 而且关键导演在分配产品的跟我说 说志胜啊 你今天负责的产品就是卖面膜 当时我都懵了 我说导演啊 就我这个长相 你让我卖面和卖膜都行 这就炸了 我天 但卖面膜会不会太冒险了呀 而且确实 当我拿着面膜出现在直播间的时候 看直播的观众也很激动 就在那里疯狂地发弹幕 但我发现没有一条弹幕在讨论产品 全都是问号 问号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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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特别不解 只不解说我就问导演 我说导演啊 你到底想通过我这张脸来表现这个面膜的什么作用 副作用吗 刘老师都笑成这样了 还不拍吗 真的 我有时候看着自己的长相 我就在那儿想 我说这个长相还有什么能失去的呢 直到我开始脱发 哇 要死灯了啊 要死灯了 真的 就随着发际线越来越高 脸还越来越长 我就感觉我的脸在给头发抢地盘 就跟大家说句实话 以前这些部分都不是脸 就这个头发掉的牙齿真给我长脸 对不起啊 就因为这个长相和这个发型 就很难让人相信我是一个95年生的人 真的 你们的反应刺痛了我 我今年刚刚研究生毕业 但是我发现我这个长相 却总让人感觉我过得很悲惨 就前一段时间 我去我们楼下便利店买牙刷 我正在那儿挑了 突然老板凑过来说 我说这个最便宜 哇 真没有机会了 只剩四灯 最高兴的是何光智 真的 我当时都懵了 我说 我就心想 我说 这是什么意思 结果他以为我还在纠结 说真的没有比这个再便宜了 这个长相可能唯一让我感到安慰的是 就是真的会有人来安慰我 经常会有朋友看着看着我 说 子生啊 没事 没事 你自己啊 想开点 就经常安慰得我手足无措 因为没有人安慰我的时候 我也不自卑 但大家一安慰我 我就感觉不自卑是我的问题 是我没有意识到自己长相的严重性 但我就认为啊 人的长相肯定都是平等的 只是长得不同而已 但是你会发现 但是你会发现 有些人就喜欢对别人的长相指指点点 经常我就认为啊 谁也没资格评价别人的长相 因为这个世界上就不存在绝对的美 也不存在绝对的丑 但上次说到这里 一个朋友打断我说 你这个话说的有点绝对啊 太猛了 所以我就特别喜欢脱口秀 因为脱口秀的观众 看到我这个长相 就是很开心的笑 有一次我去演出 上台之后一句话没说 全场报销了五分钟 就在那五分钟里 我就明白了什么叫 天生我才必有用 但我想着 这毕竟是个语言艺术呀 我就给大家说 大家能不能静下来 听听我的内容 但是你领走我的天 口音也这么好笑 老板就在那里向大家 你们好叫邱瑞啊 我叫邱瑞 我是个沈阳人 现在在北京生活 就作为一个外地人 没有钱的话 在北京你会穷得特别具体 是什么 你就只能住在一个特别远的地方 我家现在到公司要到四班地铁 到河北只需要两班 而且我去租房住的时候 租房软件上有个特别气你的一句话呀 它让你输入你想住的地方 我是想住郊区吗 我坐地铁也有引呢 这不是你的状态吗 对对对 一股的愤怒 那是我想不想的事吗 我想住故宫 都没有钱 你不想住郊区 就只能跟人合租是吧 家里东西坏的都没人修 我家那个卫生间 灯泡坏了就没人修 逼着你拿浴霸照明啊 那叫一个晒呀 坐在马桶上都不能保持不动 你得扭动起来 不然就晒伤了嘛 跟那个土耳其口 我一个原理你发现了吗 我现在晒的一天比一天黑呀 还有同事问我呢 就是你最近是去做美黑了吗 我都不好意思跟他说 我最近就是有点拉肚子 还不给灯啊 我们这帮外地人想租个房子太难了是吧 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去找几个房产中介 听他们给我们重新定义一下什么叫一局室 我跟中介说你给我找个一局 他推门就带我进了个两局 跟我说这原来是一局 我说哥没这么说话的呀 这原来还是一片草原吧 哈哈哈哈哈哈 他带我看过一个最离谱的房子 那个户型名就叫钻石房 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在这个屋子里边吧 找不到一个直角 却有四个东南角 你走进这个屋子就感觉走进了钻石的内部 你都没办法说他家图世壁 那儿最起码家图十二壁 有了有了有了 我那个卧室是T型的 卫生间是三角形的 这个房子复杂到 我想知道它的具体面积 得连一条辅助线 好巧啊 那么巧 啥房子冷角能这么多呀 你感觉这个房子是用别的房子那个边角料给你拼出来的 这个房子给你盖的七九八百的 它有四个东南角啊 却都是瑞角 完全魔杂了 这挺好笑的 这太好笑了 你把它改成玻璃的 这里边都能看得见彩虹 但是这个房子有个特别大的优点 它应该有全世界最安全的卫生间了 三角形的嘛 就算地震来了 也打人不了我洗澡的节奏啊 我说它这三角形呢 都抬举它了 那就是个山龙锥啊 这个好 它墙跟地面都不成一个指尖 它给你成一个四十五度 最让我不能理解的呢 是我房东阿姨给我把马桶塞在了这个脚里边 让你根本站不到它前面 你想走进那个空间 得把自己的身体跟它摆成一个同位脚 太实际了 慢慢渗进去 关键这个姿势 你进去了就站不起来了呀 我长这么大 第一次被一个墙角堵在了一个墙角 谢谢你们收看 谢谢你们 最近脱口秀太火了 我老家 一个开足疗店的朋友 都来找我合作 让我在他给客人捏脚的时候 站前面讲脱口秀 我说可以 但需要你配合 他说怎么配合 我讲到梗的时候 你扣他脚心 杰梦换了个风格 我以前觉得幽默能吸引女生 我中学开始就爱写笑话 讲给我喜欢的女孩 她笑得很开心 然后讲给她喜欢的男孩 那个男孩 那个男孩 在讲给我 一个笑话 幽默了一圈 就我不开心 上海 很多年轻人谈恋爱 很现实 是为了分担房租 很现实 其实 情侣同去之后 也会有一些烦恼 有一天我睡得正香 我女朋友把我叫醒 她说杨波 我睡不着 咱俩聊聊天吧 我很生气 我说聊啊 你交过几个男朋友啊 她开始数 数啊数 睡着了 我睡不着了 你妹能听出来 我的感情生活 并不是很顺利 但我觉得没关系 因为一个男人 最重要的是事业 我从小的梦想 就是当老师 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但在我真正当老师之后 我发现并不快乐 并不快乐 我之前 教高中物理 还是高三 压力特别大 提我都不会 学生也很笨 每一个能给我讲明白 后来 我去了一家广告公司工作 经常要和老外接触 但我英文很差 每次出去 都是老板给我翻译 后来 老板把我开了 可能他觉得 工作压力太大了 每次谈完生意 客户老外 都是过来 加我微信 然后看着我老板 咕的照吧 我老板看着我 干得漂亮 杨波赢了呀 我说这句不用你翻译 其实 现代人工作压力很大 成年人的崩溃 往往只在一瞬间 之前有一次 公司加班 晚上十点 一个女同事忽然大哭 说自己刚做完的 二十一日PPT 忘保存了 所有人都上去安慰她 老板都亲自过来 一顿操作 帮她恢复了PPT 发现只有三页 最后我想说 脱口秀是我的工作 但我生活中 不是一个开心的人 我上次笑 还是我哥结婚的时候 新娘泡了 讲完了 谢谢你们 OK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黄俊 这个 整理一下景荣风际 大家身份证都带了吗 这个 我听说 今天所有选手的服装 好像只有我一个人 是自己提供的 首先呢 各位脱口秀大会的演员 你们看到我 真的不用这么紧张 刚刚我也是一个一个 和他们解释 我今天不是来抓人的 大家可以放心 做个自我介绍 我是来自上海市公安局 黄浦分局交警支队的一名交警 听说啊 很多专业的脱口秀演员 为了上这个节目都要挤破脑袋 我呢 没说过脱口秀 是李淡老师 他邀请我来的 这个 我说 我可是有正经工作的 来上个一期就不错了 还上个几期 我说谁稀罕呢 对 你们喜欢 我上班的地方呢 这个大家肯定都很熟悉了 就是我们的外滩 外滩呢 大家都知道 每天的游客都非常非常的多 我记得我第一天上岗的时候 非常的不适应 因为我万万没有想到 我的主要职责 竟然是被游客问路 什么中国银行在哪里 人民英雄纪念塔在哪里 黄埔公园在哪里 还有个游客过来问我 上海第一家汉堡店开在哪里 我怎么可能知道 没办法 我只能报警 问我的同事 因为我有困难 找警察嘛 这才报警 给120打120 对 我印象最深的一次 是一个小学生 他跑过来问我 他说 警察叔叔啊 我们老师说啊 在洋务运动时期 李鸿章 在外滩创办了轮船招商局 你知道这个轮船招商局 是哪一栋楼吧 我想你问就问 你干嘛还要考我 没办法 我只能随手揽下辆出租车 我说师傅啊 你知不知道这个轮船招商局 是哪一栋楼 那个师傅还没反应过来 我不知道 我是真不知道 我真没有喝酒 后来呢 我也是痛定思痛 大概用了半年的时间 我把外滩万国建筑群的 这个地理位置 人文历史 我全都背了个遍 在上岗的时候 我信心满满 我就等着被人来问 人民英雄纪念塔 往这里走 中国银行 往这里走 张柏阳不停 为什么不拍呢 还有的游客过来问我 厕所在哪里 我说 你往前走 再左拐 再右转 那里就是 李鸿章创办的轮船招商局 里面有厕所 那么外滩呢 大家知道 这个海纳百川嘛 对吧 也有很多的外国游客 通常呢 他们也会有一些 这个交通上的违法行为 那么我把他们拦下来之后啊 有些呢 就会假装听不懂中文 不管你和他说什么 他都是一句 Sorry I can't speak Chinese 巧了 本人以前学的就是英语 所以啊 我就不紧不慢地和他说 According to the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 road traffic safety Riding bike is not allowed on this road So now you will be fine If you have any problem You can Ask me 哇 哇 哎呦我的天啊 太好了吧 啊 这一跳下来啊 那个外国人马上就改口了 哎呦 那么在我执行过程当中啊 也抓获过很多酒驾的驾驶员 而且我发现啊 现在绝大多数酒驾的人 都是我们年轻人 特别是从夜店开出来的车 一抓一个准 因为你想 那些开去夜店的豪车 通常都只有两个位子 他要是叫了代驾 晚上就要一个人回家来 啊 所以啊这个 我这里建议大家啊 这个如果去夜店的话 尽量不要开跑车 特别是两个位子的 因为很有可能 最后晚上陪你回家的 是个代驾 这可能就是你 开跑车的代驾 这是一个临时的鞋音梗 送给杨岚老师 我已经拍了 好的好的 这个今天脱口秀呢 就先说到这里啊 最后 其实我从刚刚进门到现在 就有一个问题 一直憋到现在了啊 这个 就是我想问问大家啊 门口那辆呼吸Q3 是谁个车 谢谢大家 我是交警黄俊 哈喽大家好 我是大雄啊 大雄 然后非常开心地来参加拖四 其实拖五舅大会第一季 我就有参加 然后当时过了海选 只是我放弃了 因为那时候我觉得 就上节目啊 这不能说 那不能说的 然后段子里面还要加广告 我这个人就是命运学 不来弯腰 你懂吧 所以今年就感谢节目主 又请我来 就是 我成长了 我成长了很多 知道吧 然后先自我介绍一下 刚才说了 我是个广东人 但是我不太会讲粤语 我是在深圳长大的 其实深圳讲粤语的人 也越来越少了 就大家也没时间学 都忙着搞钱 就是你要让一个深圳人 学习一门新的语言 他肯定首选西家家 抓吧 能搞钱的他肯定先选 但是我这个人 其实不太爱搞钱 我爱省钱 就比如前几天 从深圳来上海 然后在买那个飞机票的时候 他就一直推荐我买个意外险 我就不买 我从来不买意外险 我就浪费钱 我知道 意外险能赔我很多钱 但问题是 如果真的出意外了 我也没有生命去享受那几百万 对吧 我又不希望到时 我家里人在悲伤的情绪中 还夹杂了一丝兴奋 就纯粹了 你懂了 但是有个卖保险的朋友 劝我 他说大熊我跟你讲 你不买意外险 等到出意外 你就会后悔 就所有时间后悔 对吧 意外险它又不是延误险 如果我没有买延误险 但它延误了 我肯定会坐在机场后悔 我会跟自己说 刚才应该买个延误险 但如果飞机已经在空中出了意外 都快要爆炸解体了 周围的人都在大喊大叫 我不可能一个人傻傻地坐在那里说 刚才应该买个意外险 你买了 哇 恭喜 你就好啦 死得其所 对不对 不会了 好吧 不会了 然后来参加托四之前呢 其实我一共参加过两个综艺 第一个是 一个恋爱综艺 素人恋爱综艺 心动的信号第四季 真的真的真的 我真的是去谈恋爱的 不是去搞笑的 好吧 至少我以为不是 参加那个节目之前 我已经单身一年多了 其实有很多人是活该单身的 包括我自己 就是不懂得抓住一些机会 有一次我开车 然后送一个女生回家 到她家楼下的时候 她突然跟我说什么 哎呀 坐你的车头好晕哦 你能上楼陪我一会儿吗 我当时就懵了 因为没有人坐我车会头晕的好吗 我开车贼吻 三年都没被空空分 OK 哦 两两个人 打成了 我觉得她有点不尊重人了 你知道吗 我那天晚上就没有去她家 我甚至都没回自己家 我一个人在高速上练车 你知道吗 这不停稳了吗 没道理啊 真的 活该单身 我上一段感情还是姐弟恋 就姐弟恋会觉得自己不够成熟嘛 尤其是她之前交往的男生 又都比她大很多岁 搞得我很不自信 但后来有一天她突然跟我说 我之前一直以为我只喜欢年龄比我大的 但跟你在一起之后我才发现 原来我是喜欢长得老的 这什么鬼 我确实我知道我长相很一般 就参加一个恋爱综艺也是挺冒险的 但是那个节目体验还是很不错 就不像我之前参加另外一个脱口秀节目 体验就特别差 因为她会在我的脱口秀表演里面 加一些奇怪的综艺音效 我没讲完一个段子 她就会 我当时就讲了那个姐弟恋的段子 我说我和我前女友是姐弟恋 他之前交往的男生都比她大很多岁 后来她才发现原来她是喜欢长得老的 为什么 为什么搞这个音效 真的 四根啦 四根啦 所以 所以 能来脱口秀大会第四季 我真的特别开心 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 更专业的脱口秀舞台 但是 但是 节目组也知道 我刚参加完心动的信号 居然还敢问我 能不能在这个节目里也接受草食一批 我说听你们安排就好 好吧 谢谢大家 我是大琼 谢谢 大家好 我是小佳 大家看我讲话这样可能有点奇怪 但大家不要紧张 不会传染的 我刚出生的时候大脑缺氧 不会哭 甚至有点想笑 我第一次上海讲脱口秀 第一排有个观众 就听哭了 我说你别哭 我很乐观的 他说我哪里哭啊 你都不知道你讲了一晚上 喷了多少口水 所以在座很多见过网络喷子 但一定没见过我这种实体喷子 我现在每次上台啊 台下观众就会 天哪 好心疼 好想抱抱他 给他笑一个吧 我觉得我要是在舞台旁边 放个捐款箱 我可以撑起整个效果的KPI 真的不要这样 其他演员老觉得我比他们好笑 因为他们太普通了 我也不是想展示这种身体残缺带来的优越感的 我刚出生的时候是长短脚 就走路一瘸一拐 我一直以为这是正常人的体态 就两三岁看到那种双脚走路的人 我都带着一种异样 而又同情的眼神 心里在想 他好可怜啊 竟然双脚都在地上 而且长短脚没办法走直线的凹 经常走着走着就弯了 所以我比在座的多走了十几年的弯路 你知道吗 这种体态很容易爱做 就走在路上遇到学校的小混混也是 那一天差点就被打死了 而且我这人特别敏感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经历 就是坐公交车 本来有人坐在你旁边 他看到那边有空位 他就挪过去了 我觉得这个人就是在嫌弃我 我又没有做错什么 他凭什么离开我 但是我又不敢说什么 直到那天 我的身边坐了个小学生 他正准备离开 我说 你要去哪 你给我坐下 那个小学生看了我两眼 你混哪个学校的 而且我读书的时候特别容易被老师盯上 我高中班主任有一天找读客叫我出去 他说最近班级纪律有点差 你可不可以把讲话的名字偷偷记下来 然后交给我 反正你长得这么随和善良 没有人会怀疑是你的 我就答应了 找读客结束 班主任当个全班的面说 我今天偷偷安排一个人 记班纪律 你们最好给我小心点 我都惊呆了 大哥你一个早上 就喊我一个人出去了 我都很想站起来说 老师这个人该不会是我吧 这其实是跟他没有关系的 跟他身体没有关系的一个段子 其实我从来不觉得我有什么缺陷 但小时候大家都在笑我 就跟今天一样 大家都在笑 但我明白了 不好笑才是脱口秀演员最大的缺陷 谢谢 大家好 我叫张浩哲 我是今年的新人 但其实我讲脱口秀也两年了 也演过挺多出了 就本来啊 我以为我能够自如地应对各种各样的观众了 但前两天我就在台上我正常演出 我跟下面的观众我正常聊天 我说大家能猜猜我这是做什么的吗 小时候大哥说李逵 他彻底把我击碎了 就现在再有人问我 你脱口秀风格是什么风 我就说是黑旋风 就还有人更过分 有人说我长得像 发了福的兵马俑 说我这个形象在西安就是宝藏男孩 我现在一米九 二百四十斤 也没什么好羡慕的啊 但最近真的发生几件事 让我认真考虑我要开始减肥了 就第一件事 就前两天我在公司坐电梯 我走进去 电梯超载了 这没什么 这我用习惯了 因为我一般都是压垮电梯的 最后一个骆驼 但问题是我刚退出来 另外两个女生立马钻了进去 电梯她又不超载了 这个我真的绷不住了 我说我都胖成这样了吗 都能让电梯外的一个人 看到我突然之后 突然觉得 哎 好像我可以 然后我都胖成这样了吗 都能让电梯外的两个人 看到我突然之后 同时觉得 哎 好像我们可以 不过很快我就释怀了 就如果用我一个 帮助他们两个 从功利主义的角度来说 这其实也是一种道德 但是我忘了 我所在的是一家喜剧公司 电梯里的人快笑疯了 大家知道吧 里边还有个脱口秀演员 真幽默呀 就是那个臭小卑植 我在那喊 还有人吗 我觉得他那再上一个 第二件事 前两天我跟朋友出去玩 确定有很多休闲项目嘛 其实有骑马 我跟他去了 当时到马场的时候 就有几个小孩子在骑 我就问那个前台成人能不能骑 这个前台你 能骑就说能骑 不能骑就说不能骑 他看了我眼对我说 先生你多沉 我说二百四 他说先生稍等 然后拿出对讲机 对后面说 来把那一匹请出来 我说没必要吧 那个驾驶我还以为他们 要请出一匹河马 没有那个教练从后面 牵出一匹进口的汗血宝马 那匹马贼漂亮 指高气昂的出来 走到我面前 当时就蔫了 他不自信了 他在自我怀疑 能不能配得上这个兵马俑 我觉得我有点对不起这匹马 就因为我往他身上爬的时候啊 就这匹马 就这匹马扎了个马步 我的朋友也在旁边嘲讽我 说张浩哲 这匹马让你骑的后背都凹下去了 你要不干脆直接去骑骆驼吧 他有所不知啊 我去过新疆 我骑过骆驼 哼笑死根本塞不进去 不是 站住 第三件事 前两天我痛风犯了 就一觉醒来脚踝肿了 很疼 疼得根本下不来床 就没办法就交了个120 就很快120就来了嘛 来了四个身强力状男医生 这四个人你 能去医院就说能去 不能去就说不能去 他们四个用一种我很熟悉的眼神 看了我一眼 对我说小伙子 我说二百四 不是我吹上次汗血把马 让我骑的腰扭了 但是120嘛 该救人还是要救人的 但是我分明感觉到他们很吃力 因为我看到其中有个医生啊 有一个准备动作就是 就相信大家也没什么叫120的经验 就我那也是第一次 我之前也不知道 120台人是要喊劳动耗子的 而且很不幸我家住六楼 他们四个每下一层 刀疤放在地上歇一会儿 就下到第二层的时候 有个大夫实在憋不住了 就问我 小伙子是真的完全没法走吗 还不拍吗 我的腰好像也扭到了 我说我要不给120叫个120吧 不过现在我觉得就减不减肥 无所谓的 因为脱口秀这玩意儿啊 好笑就行了 对吧 跟体重没关系 我就不信这个节目 会有人来过来问我 我有多沉 结果这时候服装老师 就走过来对我说 小伙子 我说哎呀呀呀 这我好帅了 放心来我张悟哲 大家好 我是鸟鸟 我是个内蒙人 我的老乡李旦 Rock和杨萌恩 都在讲脱口秀 所以我想我可能也可以 你们可能看得出来 我的性格特别的活泼 我从小就这样 爸妈为了改变我 让我学了音乐 我学的是二胡 世界上最欢快的一门乐器 小时候大家学的都很高端 钢琴 单簧管 小提琴 只有我拉二胡 很多小朋友嘲笑我 除了我最好的朋友 学的是唢呐 我们立志等我们长大了 五六十岁 就在公园里组一支乐队 把那帮学钢琴的送走 这个字太独特了 感觉都没有情绪 然后像一个推锐一样的 我这个性格 没有办法演奏特别欢快的曲子 你们可能都听过一首曲子 叫赛马 别人拉赛马 别人拉赛马 就让你觉得那些马 都活力四射 热爱比赛 我拉赛马 就让人觉得那些马 比什么赛呢 每匹马都是要死的 由于我性格比较内向 可爱 由于我性格比较内向 所以我常常没有什么存在感 刚才在卫生间 我把手伸到水龙头下面 都没有水流出来 这是什么破包 我就 我想我早该习惯这种被忽略的挫败了 然后这时候旁边有个人 把开关搬起来 水流出来了 我也不喜欢和人打招呼 因为总要说一些没用的话 来了 吃了吗 天气不错 谁会真的关心这些呢 什么时候我才能问一些 我真正在乎的问题 比如杨岚老师 你好 我有可能得到您的排灯吗 我的天 穿越危险 可能会被这种怪物打走 这都是脱口秀 学学 学学 学习一下 我这样的人也很难谈恋爱 因为我很难判断对方是不是喜欢我 书上说如果对方对你有好感 他看你的时候 瞳孔就会变大 但是我没有办法 毫无理由地看别人的眼睛 我就上网查询了 艳光师资格证的报考条件 到时候就来测个同句 大夫我多少读 不重要 你不爱我 有本书叫内向者优势 它安慰到我了 但是没有一本书叫外向者优势 我就安慰我外向的朋友 我说其实你们也有优势了 他说我知道呀 我们的优势就是活得非常快乐 不需要看一本书来安慰自己 我说你知道快乐的人也是要死的 我特别在意别人的看法 甚至超过我个人的感受 即便现在我被一只老虎咬了 都很难立刻喊人来救 因为如果没有人救 我只是可能会死 可是一旦有人救 我还得跟他打招呼 哇 这个很好啊 这时候如果武松从我面前走过 我都会想 我应该叫他吴老师 还是叫他松哥 就如果叫吴老师 就太疏远 但是叫松哥又太亲切了 武松可能也想 他身边是不是有一只老虎 但是他没有叫我 如果我贸然的过去 会不会显得 我不信任他的能力 他会相当危险 非常危险 对 好像救我会打老虎似的 老虎可能也想 为什么突然这么尴尬 是不是我咬人的样子太奇怪了 我就知道我的虎牙长得有问题 我 我很想做一个外向的人 因为外向的人就像太阳 热烈 明亮 引人注目 内向的人就像月亮 只要有太阳在 没有人能看得到他 到了晚上太阳休息了 月亮还亮着 因为他在琢磨白天的事情 根本睡不着觉 他在想 我可能还是应该叫他吴老师 谢谢大家 我是尿尿